65岁老头遇见死神 而死神就与女儿坠入爱河 体会了人世的缘分 本集里哥带来电影 第六感生死源 生命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当人生的剧场落幕 是否有人能够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威廉是一位新闻媒体大亨 公司里大小员工都听令于他这位董事长 作用财富与地位 似乎在旁人看来 是再没有遗憾的生活了 但威廉明白 自己的人生还并未圆满 马上就要到威廉的65岁生日宴会了 家人们都在为宴会的举办而积极准备中 威廉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公司的一名高层员工 生活幸福 同时大女儿也非常孝顺 为了得到父亲的爱 总是在各方面大小事上尽心出力 这次的宴会 从邀请名单到礼物 他都耗尽心思 但威廉明显更偏爱小女儿苏珊 她是一名内科医生 似乎她平时不用可以做什么 就可以得到父亲全部的爱 这也让大女儿有些不平衡 苏珊的男朋友是威廉公司的助理 他们的感情一直都平平淡淡 没有争吵过 但也没有如火的激情 威廉看在眼里 觉得这并不是苏珊的真爱 她告诉苏珊 希望她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浪漫 要付出激情 要兴奋和快乐 苏珊笑着答应了 苏珊知道找到真爱 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更多的来说是随缘的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就遇到了一份心动 在早晨的咖啡店里 一名年轻帅气的青年 坐在了苏珊的隔壁 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苏珊聊着天 她风趣而绅士 两人互相吸引着 在离开咖啡店后 两人依依不舍 三步两步一回头 他们都不敢跑向对方表明心意 只是开玩笑地说着 我很喜欢你 暧昧而又美好的心动时刻 终究还是在人海中 匆匆错过了 而青年回头寻觅着苏珊的身影 也意外地在车流中被装飞 威廉发现自己的身体 似乎出现了问题 最近的她 总在不可置信地问自己 难道自己要死了吗 而这时 怎会有声音不停地回答她 是的 威廉也不知道这是谁 说的是什么 某天在家庭聚会上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并告诉威廉 自己就在门外 威廉让仆人去门外查看 竟然真的有人在门外 威廉让人带她去了书房等待 而当威廉走进书房 却发现里面没有人 四周环顾了一番 才发现有人在玻璃窗后讲话 随后她才露出真面目 是一名帅气的青年男子 她说自己是死神 威廉有些难以置信 但是是摆在眼前 她说的都是对的 而死神这次来 并不是马上要带她走 而是提出了一笔交易 她想让威廉这样的成功人士 担任她的向导 带她评委一下生活的滋味 威廉带她参加了家人的聚餐 为了掩人耳目 威廉为她编了一个名字 乔 并谎称是自己的友人 餐桌上 助力然有兴趣地 学问着有关乔的事情 而乔对这一切新鲜事物 感到好奇 看起来有些吊儿郎当和搞笑 她告诉众人 自己会住在这里 在这时 苏珊回来了 她惊讶地发现 乔就是自己早上 在咖啡厅遇到的那位男士 而众人也很惊讶 他们会认识 回房后 威廉询问乔 为什么会认识自己的女儿 而乔表示 自己并不认识她 和她有关系的是 这个身体本来的主人 自己只是附身在这副身体 并表示不会伤害她的家人 之后乔时刻都跟在威廉的身边 甚至在公司会议上 乔也一脸单纯地坐在一旁玩摇椅 吃饼干 丝毫没有意识到 现在正在讨论的严肃问题 关于公司被并购的问题 威廉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而助理对此很不满意 也很讨厌一旁的乔 在一次偶然的对话中 大女儿的丈夫向威廉问起了一些事 而威廉回答说 一切咀嚼于乔 因为身体不知道 能不能撑到处理那些事情 但在别人听起来 却以为是乔控制了威廉 影响了他的事物处理 这件事情传到了助理耳中 助理抓住机会 秘密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 怂恿众人反对威廉 之后在公司的会议上 威廉被提前退休了 及解雇 威廉觉得这一切都太烦躁了 他感到不愉快 希望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便打发乔离开 乔来到了医院找苏珊 苏珊和他之间 有种奇妙的暧昧氛围 他也觉得很心动 医院的一位大妈坐在轮椅上 看见乔 惊呼自己就要死亡了 这是何等强烈的第六感 两人趁着苏珊去找护士 乔乔了解了天 他祈求乔带走她 他不想再忍受这样的痛苦了 而乔只是说着 快了 在家庭聚餐时 乔又一次和苏珊热聊 这一次 助理彻底吃醋了 他也因此和苏珊决恋 苏珊开始面对自己的内心 明白了自己喜欢上乔的事实 而乔也喜欢她 情投意合的两人 无法自拔地吻在了一起 意乱情迷地在一起了 而不巧的是 在两人一次客厅拥吻时 被威廉看到了 威廉很生气 斥责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 也告诉苏珊 威廉总有一天会离开 但苏珊不能理解 威廉的生日终于到来了 在盛大的宴会中 大女儿的丈夫在聊天中告诉了乔 自己无意中被助理利用 而导致威廉被解雇的事情 也表示自责不已 但因为身在其中 而不敢向威廉坦白一切 乔鼓励了他 这也让他决定向威廉坦诚 威廉知道真相后 策划了一出戏 他邀请助理来参加宴会 并在见面时 在电话里悄悄聚集了一场公司会议 威廉套花套出了助理对公司的收购 敲谎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国税局的观察员 现在要将他绳之以法 助理被吓住了 只好答应威廉提出的条件 从公司辞职 而全体公司成员也邀请威廉 重新回来担任董事长 威廉终于重新拾回了事业 而他的宝贝女儿苏珊 也明白了父亲对他意志的劝告 也体会了人生中的激情 威廉在宴会上宣布自己的人生已经无憾 他的内心明白 他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 乔和苏珊已经深陷爱河 但乔今晚就要和他别离 在宴会结束后 灿烂的烟火绽放在天际 威廉向女儿道了别 苏珊似乎明白他要离开了 威廉和乔一起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苏珊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追了上去 这时乔上走回来了一个人 是乔 他似乎回到了一开始在咖啡店的样子 也不记得之后和苏珊的故事 还以为是咖啡店后的重逢 苏珊明白 死神和父亲都已经离开 而未来 是眼前的这位初次见面时心动的咖啡店男子乔 与自己携手共度 人生应该有遗憾 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一份无悔的热爱 骄傲的事业 所有的点滴会成了茫茫一生 当我们没有悔恨 闭上岩石 也毅然没有恐惧 所有的相遇都是其源 而没有结果 便是这世间规则的结果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黎哥 远足灯展 照亮你心 回想 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